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金頻道 我是十九肥仔 我想大家港澳的朋友應該對這個導遊真事件有多少的記憶 如果不知道什麼事 就和大家重溫一下 導遊真在2000年時拿到單程證去香港 後來自由行開放後 他就成為導遊 專負責接待大陸的購物團 好聽一點就是購物團 但實在就是韭菜團或水魚團也沒有錯 因為這些團就是用超低團費 甚至零團費吸引人們 然後下來 運輸他們在購物的地方 要他們買一些糗屎垃圾 不用的東西 一開始 購物團剛開始的時候 人們可能真的以為會帶他們去大商場買東西 誰知道最後就是去旅行社自己開放 或者跟旅行社有合作 那些專湯水魚的店去買一些垃圾 由於當時那些團友買東西買得不多 所以導遊真在巴士上大發旅停 然後被人影帝下來 他就說 世界怎會免費的午餐 你想想 你們只付一千多元 連機票也不夠付 我們不是做慈善 要做善事我做 民川大地震 阿珍捐了一萬零五百元 然後又跟團友說 現在是你們欠我 不是我欠你 我給你們吃 給你們住 但是你們不付出 你們這輩子不還 下輩子也要還 在離開珠寶店前往中標店的路上 他就警告 我們待會的手錶店一個半小時 我不管你們任何人 不要跟我說沒有需要 晚上住酒店就會把酒店的房間全部鎖 我們沒有需要去住 因為消費不夠 在家裡窮無所謂 走出來就不要這樣 當時也算是一宗幾大新聞 直接引起了那些人 對這些零消費旅行團的認識 知道九成都是福 但是總是有些人 明知九成都是福都走去私 有些純粹貪心 貪小便宜 有些純粹去體驗一下 但是人類總是不懂得 由歷史中學習 尤其是現在一人一部電話 可以隨時拍片 拍了幾分鐘 甚至幾十秒 就可以放上網 你打算做一些劏客的導遊 你也不要那麼明顯 但是那些按鈕導遊 都依然繼續做這些事 前幾天有一段片 就是一個青島導遊 要遊客不要那麼沽汗 要花多些錢 但是裡面的內容 就令到人非常憤怒 我們聽聽聽他說什麼 在家裡你不要出來 你出來就是你的錯 不是我們的錯 我相信山東對你是這樣的態度 同樣別的地區對你也是這樣的態度 四川人很小氣 很小氣 以前我們遊圈的人 也不太願意接到四川客人 但是08年 08年一場地震 把四川人改變了 08年30萬四川老百姓 沒了 30萬四川老百姓沒了 活下來的四川人 他們真的是活明白了 他們明白一個道理 那就是要活就活在當下 那四川人現在也是交易得非常好 這女兒說話其實也挺瘋的 即是你說 以前四川人很窮很小氣 他們不喜歡接 這個雖然我覺得四川人聽到會生氣 但是可能看看你怎樣繞 即是說 但是自從他們地區有了錢之後 他們就很豪氣 肯花錢 我覺得這樣繞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用別人的地震來說 是不是又過份了一點 即是我這些人 這麼黑薄、地獄 又狠毒又反社會的人 都不要說說出來 即是你要我思考這段對白 我也想不到 鎮走了30萬人 剩下的人就知道活在當下 所以去旅行就要花多點錢 即是心靈扭曲如我 我也覺得這段說話非常過份 那些天災 是搞到多少人家破人亡 很多人心理陰影 那種悲傷是這一輩子都走不出 這條這樣的八婆 是為了焗一些人買東西 竟然連這些話都說得出來 甚至有人就說 不是第一次見會這樣說話的導遊 有網友分享 其實很多地方的導遊 都是拿這些東西來刺激別人的消費 就分享了前幾年自己去桂林報的旅行團 四天換了兩個導遊 都是拿地震那件事 跟你說活在當下趕快消費 如果不是有一天意外來了 錢沒有花到就非常不值得了 這些情況當然第一時間被人起底了 這個導遊所屬就是青島潤立國際旅行社 旅行社已經回應說看過網傳的影片 公司也處理著 民旅局已經找了他們 在8月11日的時候 民旅局也表示會依法調查 因為大陸現在都捉那些 強迫遊客消費的導遊 捉得非常緊 就好像早前在7月的時候 就是上個月而已 天津又有一個導遊 威脅遊客購物 甚至當場罵他們 我們看看這條片 在那氣候一個小姑娘合適嗎 都是那麼大年紀的人了 不知道怎麼回事 你們在北戴河不花錢 人家給你們好臉色看嗎 一車52個人買了900塊錢 我現在賠都賠死了 那麼多人空手出來 我在出口處我攔著你們 我說你們多少買點東西回來 我說別空手出來 空手出來我跟女生我交代不了 就這樣還在空手出來是嗎 不怎麼回事啊你們 給你們說句話也鬧事 啞巴的不說話了 對嗎 就不能花10塊錢 花20塊錢支持我一下呢 買的東西我不說呀 一大半都不買東西 賣意思啊你們 就這麼給你們太人生丟臉是嗎 你花錢你就要上帝 你不花錢你就是狗屁 你太讓我失望了 我下車怎麼跟你們說的 虎車山西今天到天氣來 今天900塊錢我是面頂的 我怎麼跟別車交代呀 對不對 就在這看笑話是吧 說來我告訴你們 你們今天不買東西能走不了 900塊錢能走不了知道嗎 你們別看你們從馬二店自己 通過上車來到這了 買東西的說來也不用下車 就在車上帶著就行了 沒買東西的現在還領我下來 去裡面買一下 什麼時候買到1000塊錢 買到2000了你們帶走 雖然這女兒就沒有青島那人那麼過分 但我覺得任何強迫消費的行為 也非常錯 即是你推銷是你本事 你推銷不到你強迫別人 你被人拍片舉報就該死了 而且政府之後還發現 這一個導遊他的旅遊證 在去年已經過了期 沒有去續期已經註銷了 他是屬於一個無證的導遊 最後這一名導遊就被罰了3萬元 並且沒收所有違法所得 也算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至少好過在澳門先啦 我也沒什麼怎麼聽到 有人捉到這些東西 即是你不要跟我說澳門沒有 一定不可能沒有 你去一去北區 有很多專開來湯水魚團的手信店 好了 影片就到這裡 各位觀眾 大家又覺得那位導遊說的東西 是否太過分 歡迎留言說下大家的意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